合邦內控屍殺交通警開槍轟閉斬人家大腦一案 崖斬卓號肥啟的大腦 仍然在名外醫院骨科及創傷科留醫 消息指她被送院後 一直有軍裝警員在病房外留守 而她的太太星期日下午也有到醫院探望 而到了安安的5時多 再有多名男子來探望肥啟 案發星期五晚肥啟和三名朋友 在青山道一間小菜館晚飯後離開 一步出門口近天越廣場對開時 就被五名大漢追斬 一名巡經的交通警員拔槍制止 轟閉其中一名刀手 警方拘捕了六名疑犯後 全港搜捕行動持續 不排除再有黑幫的成員落網